臨近松菸文創園區的卡米蒂喜劇俱樂部 因為不堪房租飆漲 宣布結束營業了 這裡曾經培育了像是 愚蟲新營 打康 打康 勇氣即興 等等許多喜劇表演團體 而且他也打造了現場喜劇產業化的雛形 也是很多藝人像是小蝦 吳鳳 還有夾子小櫻等等 他們當年沉浅訓練颱風的地方 卡米蒂雖然搬離現地 但是他們要展開全臺灣的巡迴演出 把笑聲和現場喜劇的力量傳送到更多地方 演藝舞台上的風 響起雲雷的掌聲 觀眾把地下室都擠滿 這裡是卡米蒂喜劇俱樂部 專門提供喜劇脫口秀的演出 經營至今已經累積超過2000場的演出 吸引了近7萬名的觀眾進場 在我們之前 沒有人在做這樣子的類型的喜劇 就是以臺灣來講 就是小型的單人的或雙人的 或者是簡單形式的這種即時性的 可以馬上跟社會的氛圍 然後跟整個環境 然後跟演員本身的生活有強烈的結合 那當然我們的觀眾 因為也都是同一個生活圈的人 他們對演員這麼直接的喜劇表現 會有很大的回饋跟反應 這個喜劇產業的雛形 然後已經有幾個點已經爆開了 然後甚至也蔓延到全臺灣其他各個地方 那如果說有什麼明顯的成績的話 其實我覺得就是這個 就是讓這個產業開始有了雛形跟可能性 這裡的舞台看似不大 卻培育了許多喜劇人才 像是《魚夢新夜》 《達康.com》 《勇氣即興》等團體 都在這裡發跡茁壯 卡米蒂雖然緊鄰松菸文創園區 卻無法負擔暴漲的租金 只能吹起席燈號 其實很現實的原因就是房租漲了 而且漲得有點離譜的數字 這個店我們賣票的所得 常常甚至不到18萬 那怎麼來付這個一個月18萬的租金 這是不可能 我們之前當然有接受公家補助 那可是以數額來講 可能是一個月3萬或者是多少的數字 那對我們來講 那是幫我們平衡的一個重要的東西 可是如果現在房租變成18萬 那我們的缺口可能是有15萬 那你要再補助我15萬嗎 那完全沒有意義 那就等於是公家給我錢 我轉手給房東 那這個是對我來講是荒謬 而且也不道德 也對不起所有納稅人的事情 那我們寧願關門 過去曾在卡米蒂發表創作 鑄點演出的近50位演員 用馬拉松式的接力演出 卡米蒂掰掰秀 用他們最熟悉的喜劇演出 歡送這個別具意義的文化地標 我們是掰掰秀的第一組嗎 第一組 第一組 剛剛所有在上面講話的時候 我第一次感受到 什麼叫做參加自己告別式的感覺 拿身體的刺激是什麼 看看身體的刺激是什麼 而且我覺得我有一種 頂戶被掀開的感覺 台灣有這樣的地方 給喜劇表演者去試 去成長 這是第一個 然後他可以不斷地去試 不斷地去試 自己的東西 然後直接跟觀眾反應 然後第二個是 在這環境裡面其實有很多的那種 不一樣風格的喜劇表演者 然後這個會增加我們喜劇的創作 和表演之間很多的新的思考 和碰撞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是非常難得 而且非常重要的 張碩修感慨地說 文創園區的設立應該要包括 育成創作 生產以及消費等不同層面 但現在台灣只能看到最末端的消費 充其量只能說是文創百貨公司 他說如果再不重視這個現象 他擔憂以後還會有文創內容嗎 藝術家是很弱勢的 除非你是很強 很上級 所以藝術家是很弱勢 他總是會一直飄移 就是這個地方 也許有了藝術家來 然後把他做起來了 然後曹樂這邊氣氛 他負擔不起了 他也許會飄移到另外的地方 但是不可惜 因為觀眾是跟著我們走的 班離現職後 卡米蒂會秉持喜劇不死的精神 開始進行全台的脫口秀喜劇巡迴演出 短期之內當然我們就是有點像遊牧民族 就是找場地合作 不管是私人的或公家的場地 然後繼續辦我們的表演 喜劇的東西還是有一個屬性在 然後它比較好的東西 好的狀況其實如果我們看歐美或是日本 甚至韓國 他們就是在做我們這一類型的喜劇的 都有一個固定的場地讓他們發生 他們有自己的表演場地 然後來培養他們的新人 然後其實這樣的場地還是對於 這種創作跟激發還是最好的 所以始終還是最後得有一個家 俱樂部關門了 但是喜劇演員 將會繼續把歡笑帶給觀眾